心打造 粉刺、油脂、抖印、GETOUT GORELL火山礦物淨膚結面雨 真正火山礦物能量 深層淨化無恐,對抗粉刺游光 配合火山礦物保濕箱,加強控制 但較大型的恒指成分股盈利增長速度 未足以推估大市去到三萬點 經過星期四大跌後 港股年初至今仍然累升一乘六 上一股市仍然升超過四成 無線電視記者,陳晶樂輔導 阿里健康發出刑警 預期截至三月底的全年度 錄得重大虧損 並較對上年度明顯擴大 主要是由於第四季的員工成本 加上銷售和市場營銷費用大增所致 又指無形資產價核銷 以及壞帳撥備 都是引致重大虧損的原因 阿里健康又說 同中信二一世紀 以及甲骨文等 訂立的和解協議中 應計費用撥回確認隨稅前收益 由原先預期的一億一千四百萬 減至約八千八百萬 美國首次和持續申令失業救濟人數 都出乎二月期增加 上星期首次申令人數再增加七千 升至二十八萬二千 是連續第十二星期少於三十萬人 市場原先預期會減至二十七萬人 持續申令人數連跌四星期之後 回升一萬一千 增至二百二十二萬二千人 市場原先預期會減至二百二十萬八千人 至於城屋代完成銷售 就連升四個月 四月銷售按月升幅 擴大至百分之三點四 市場原先預期只會升百分之零點九 數據按年就升一成四 看看最新的金融行情 民陣今年七月一號繼續舉行遊行 由銅鑼灣遊行到政府總部 民陣說政府仍未回覆 游行之后可不可以在政府总部 东翼广场集会 今年七一游行的主题是 建设民主香港 重夺我成未来 民阵要求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 修改基本法 取消行政长官普选的提名委员会制度 以及取消立法会功能组别 另外要求追究七个警员 涉嫌殴打占领人士的责任 也要求废除公安条例中50人公众集会 以及超过500人的私人处所集会 需要获得警务处处长同意的规定 游行当日下午两点由委员